伊尼啊 现在全民掀起了一股养生风潮 养生不再是中老年族群的专利 年轻人也非常的关心 根据经济部统计 国内保健营养食品产值 2021年达到215亿元 连续四年创下历史新高 另外海关进出口统计 2022年进口保健营养食品 金额是87亿新台币 也是历年新高 可见台湾民众对保健食品的重视 不过您知道保健食品与健康食品 有什么不同吗 为什么保健食品不可以宣称疗效 健康食品却可以呢 健康食品有哪13种的保健功效 怎么辨别保健食品的不实广告 伊尼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保健食品怎么挑 怎么补充 才能对自己的健康有帮助 过去首领或饮法族 是保健食品的主力客群 现在透过大数据分析 年轻人是新兴族群 年轻人在里面开始讨论说 我22岁就开始吃保健品 请大家推荐是只有我这样子吗 那大家可以推荐什么保健品给我吗 那我发现说像这样子的文章越来越多 根据经济部统计 保健营养食品的产值连年创新高 它只要把它当作目标是我要保养 保养就跟保险师一样 吃一个心安的 吃一个好像这个细胞修复 感觉好像有点在保健食品中的更健康一点 OK因为它不是治疗一个疾病 保健食品琳琅满目 功能效果五花八门 健康食品绝对不是说 你吃越多就越健康 一般民众他可能会觉得 我今天吃了综合维他命 我又想吃健康食品 那健康食品如果又是同类别的话 那这样子可能对于剂量来讲就是过大 不是说无伤害 是可能到有害 保健的路上 病人与家属要更加谨慎 以肾肠病人的例子 肾肠病人比较衰弱 或者是他们的营养不好 我要补充他一些营养 医生又跟他讲说你不要吃太营养 你不要吃高蛋白 那家属就会很困扰 那我到底要怎么照顾我的家人 跟着音乐的旋律节拍 灵活的肢体动作传递活力 舞蹈是促进健康的有氧运动 运动可以提升健康延欢老化 不过现代生活高速运转下 忙碌的人们不见得能经常运动 透过保健食品维持健康 补充营养素已经是日常选项 我最近觉得眼睛有点不舒服 干涩的感觉 那就会有很不舒服 但是眼睛没有什么尊重 社区药局是提供药室服务 胃教知识的专业据点 住店药师可以调剂贩卖药品 保健食品以及营养补给品 叶黄素这个产品 它本身是属于脂溶性的产品 所以建议就是饭后做食用会比较好 货架上了保健食品种类品牌繁多 你分得出保健食品和健康食品 药品三者有什么不同吗 一般民众都会认为 他们所买到的食品都是药品 补充食品的部分 并不会造成所谓有产生药品的副作用 因为食品它本身不具疗效 对 然后药品是具有疗效的 药品 健康食品 保健食品 听起来有些相似 实际上却有极大差别 因为我们台湾就是 有蛮多这种所谓的保健食品 然后健康食品 然后特殊营养食品 还有就是一般食品 健康食品在我国是一个法定名称 它是不可以随便去用的 房间说的保健食品其实就是一般的食品 例如标示含有矿物质或维生素 以定状或胶囊等形态 贩售的营养补充品 外盒都有特别标示食品字样 也有每日建议摄取量 国民健康署里面有每日参考建议摄取量 如果就这种微量营养素来讲 它上面都有各个年龄层 它一个适合的营养素的一个量 需求量的部分 保健食品虽然不具药效 食用的时机也需要留意 有些是会营养素之间是彼此可以合作的 那有些彼此之间是会排斥的会对抗的 有时候我们在补钙的时候 跟补铁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个时间给错开 那这样就不会说一起吃 然后到我们场子两个竞争吸收 以至于虽然我补的量是大量 但是它的吸收是反而是比较不好的 在重视养生的时代 人们倾向以天然食物补充营养 但食物也不宜过量 假设是成长中的小孩 那我今天要补充这个钙质 不可以把这个牛奶当成水盒 蛋白质有可能过多 然后钙质或许比较容易达到 那可能也有可能过多 高蛋白质的食物会造成高尿钙 今天如果把牛奶当成这种开水这样喝 它会造成一个影响就是尿里面的钙质也会增加 牛奶里面的脂肪也是饱和脂肪 食物多吃不见得多补 瓶瓶罐罐不如饮食习惯 需要兼顾营养均衡总量管制 每个人的生理状况 跟他现在所遭遇疾病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在购买之前 最好还是要征询我们医师或营养师专业的一个意见 健保制度让医疗负担减轻 但民众仍常以健康食品搭配用来治疗疾病的药品 比如说他自费买了一个健康食品 很多人还是比较相信几千块或几万块的东西 我只希望这些民众的病人 只要经过到我们的 我希望他安心安全 你要来做检查确定 你这样用没有问题多no how 就是说我做什么就是不要伤害 保健食品已经成为民众日常保养的选择之一 分析近三年的保健品的网络声量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声量大概落在10万天左右 那其实可以看到2022年的时候 他已经成长到突破30万 甚至来到35万的这个数字 统计网友最爱的四大保健食品 分别是维他命 益生菌 叶黄素以及鱼油 台湾公开的粉丝业我们大概抓100万 整体量大概是在1500万篇左右 Facebook Instagram的话 我们现在台湾大概是抓40万个频道左右 各大论坛PET 滴卡 猫宝林的话 这个我们就是全占捞取 透过大数据分析了解保健食品关键次的活跃程度 发现社群平台里 社会新鲜人开始注重身体保健 讨论增加最多的成长率其实是IG 也就是年轻人最常使用的渠道 D卡的族群 食用族群相对来说 会比PTD更年轻 比较多是大学生 或是近年比较多加入的社会新鲜人 食品与健康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支柱 消极会抽查市售风胶 灵芝 蓝绿藻及螺旋藻类 斜草根及圣月汉草 检验报告中有两件验出危害人体的化学物质 在美国的一个标准里面 他们是不建议让孩童跟运物来做使用的 这个算是没有超标 但是如果密集的多次的使用 然后它就会有累积 结果累积起来以后会不会对人体有害 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消极会从实体商店与网路商店 购买抽验的保健食品 检出有益的来自电商平台 网路购买的我们每次做检验的时候 然后出问题的网路的出问题的会比 一般的店面出问题要多一些 有一些是代购 一般如果是从贸易商进口的话 我们至少主管机关 它有一个把关的制度 跟代购购买的话 那基本上不会有那个错验的这种状况 消极会建议民众尽量挑选 符合食安法规定的商品 小心辨识夸大不实的广告 才不会伤荷包又伤身体 电视广告经常在播的 我们不是有一个艺人 然后经常跟他妈妈一起在那边 那个说什么吃了这个以后 然后本来是走路都不太会走了 可以跑了可以爬山了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知道那个膝盖 让他已经到达那种状况 已经是退化到那种状况 那个是不可逆的嘛 不论是食品或健康食品 如果夸大宣称医疗效能 依法可采取罚款三万到两百万 食品违规广告可以在食药署的网页 进行查询 我们发现大概很多厂商 他都会去避免用到疗效的字眼 所以就会用比较夸大的手法 来行销他的一些产品 那这些产品的话 很多都是太过于神奇 一年监控两万多件食品广告 食药署提供民众简易的辨识方法 甚至有时候他会讲到更深入一点 比方说你的细胞会怎么样 或者你的血管会怎么样 有做一些动画 然后又画到血管 心脏 骨头 基本上大概有九成以上都是违规的 近三年官方加强力道采除 去年查获4746件食品违规广告 财罚金高达1亿6756万 因为有健康食品管理法的关系 所以只有拿到许可证的 它才能叫健康食品 一般没有拿到许可证的 它只能像在比方说 保健食品或技能食品 民国88年制定的健康食品管理法 将健康食品保健功效正面表列 不能夸大一声误解 能够符合健康食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是说 这个健康食品它必须要有一定的保健的功效 而这个功效必须要有科学的实证 而且经过确认之后 然后由政府查验登记许可之后 才给它小绿人的标章 怎么辨识国家认证的健康食品呢 除了健康食品字样 找到小绿人标章 许可证字号 也可以到食药署网页 查询审核通过的商品 让消费知道你要买这一类的产品 请你选择有政府把关 而且产品有保证 另外有明确的科学证据 来显示这个功效的产品 有句话说 有病治病无病强生 选购保健食品时 你也这么想吗 身体有症状时 应该要咨询医师与营养师 不要被夸大的广告所迷惑 归纳违规广告四大常用的手法 分别是标榜特定成分 恐吓及暗示 使用前后的比较 以及使用心得 保健食品的风行 也许与国人对药物的认知有关 很多民众的心态是因为觉得 吸药就来了 吸药感觉很伤身体 我的想法是 是不是有这么伤身体的 疑问一定要跟你医生讲 我很鼓励我的病人 跟我坦白说 他有没有吃这个药 台湾有喜肾亡国之名 肾脏课医师提醒 病友不适合随便补充保健食品 肾功能不正常 比较差的病人 他就比较没有本钱 他没有得尝试 在所胜无解肾功能 再经过这样的挑战 可能就会变得更差 不过当病患或家属 拿营养品来问医师 可不可以吃 又该怎么办呢 他看起来 这些长辈是比较虚弱 那需要补充一些营养的东西 我也这个理念是对的 但是在补的同时要去计算 他有多少后面的问题 以一瓶市售的基金为例 检视成分与营养标示 含有5.4颗蛋白质 如果是肾功能低下者 就要把当日饮用的基金 寄入当日的蛋白质摄取量中 再将日常饮食加以微调 一般人会买健康食品 他期望是买到健康 他们其实买这些健康食品 不见得是一个真正说生病的 如果民众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 还是要第一个先知道 我到底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虽然保健食品定义为食品 也有可能对身体产生副作用 或潜藏者交互作用 我们最常吃的综合维他命 不是所有的维他命 都可以让所有的人吃而没有问题 而且脂溶性的维他命 它会留在身体里面 比方说大家很知道的维他命D 或者是对眼睛很好维他命A 你没有注意到那个剂量 在他身体合不合适 那所以久了还是会对身体里面堆积 造成一些代谢上面的影响 由科学实证的观点 服用药品就相对安全吗 是的 因为它叫做已知看得见 所以我觉得已知的东西 本来它就有一个很好的规范 那些比较不知道的 我觉得宁可稍微停一下 我们先问清楚 或者研究清楚 你再决定你需不需要靠这些 所谓的像药品之类的 或者健康食品的东西来帮助你 根据最新调查显示 国人热量蛋白质等营养素 没有摄取不足 不过19到64岁的族群中 则是维生素D、E、钙、美、心等 男女皆有摄取不足的问题 可见民众营养不在于缺乏 而在于不均衡 所以就是什么人 在什么时间 然后他现在生理状况或疾病状况 他应该吃到多大的剂量 他应该如何去服用 甚至他的食物的底面 该如何整体的搭配 这是非常重要的 保持健康并不容易 花钱买了营养保健食品 也要妥善保存 避免变质 有些阿姨他们很可爱 就是回家就说 那就是要冰起来 因为现在很热要冰起来 其实不然有很多东西的话 放在冰箱反而会比较潮湿 因为冰箱的话 它湿度相对比较高 可能就是尽量收在比较阴凉的地方 保健营养食品 只是维持健康的选项之一 每个阶段身体的需求不尽相同 所需要的营养素也各有差异 身心健康不是奇迹 而是需要整体关照的耐心累积 一年有人说健康是数字一 事业感情家庭子女 都是后面的零 有了一 也就是健康 后面的零越多才有意义 反之一 健康没了 零再多也没有用 善用慎选保健食品 更要留意均衡饮食 及良好生活习惯 才能由内而外 享受健康 带来的美好生活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 独立特派员 我是陈婷宇 她是伊尼 我们下次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